我们现在要跟我们网友介绍一位 这一次随着大陆文联访问团一起来的一位画家 因为我为什么访问他呢 因为我刚才听我们团长说 这位画家的画风跟我很像 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画风像不像 我们问了就知道了 我们这位画家呢叫做谢永曾 谢大师你好 你好 谢大师不大爱讲话 您跟我们网友问个好吧 大家好 我想请问啊 虽然您那个团长说我们画风很像 但是我想请问您是画哪一方面的作品 我是画像这个大陆北方的山水画家 以水墨为主 山水画家 那这样我们山水我也画可是比较少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您的作品嘛 我想请问您能不能形容一下您作品的画风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风 是走传统的呢还是走现代的呢还是抽象啊还是具象 我那个应该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就不像传统又不是完全现代的这种 是是一半现代的 应该是多一半是现代的 对啊我们这个艺术也不能够总是跟着老祖宗的脚步走 一定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我们自己 传统主要是为了创新 对对对 艺术的生命力关键在创新 是是是 那您觉得创新这件事情难不难 应该是很难的 对 我问我们我访问我们艺术家 跟访问我们这个领导的访问方法是不一样的 艺术家真的因为真正切切实实的去从事这个创作 真正真正的进入这个艺术创作领域 所以这个中间的干苦滋味我们自己心里很明白吗 是这样的 那我想请问您从事艺术创作大概有多久 我是在应该是将近三十年了 我是七七级的学生 你也是艺术科系的学生 对 我是一直从事将近三十年吧 毕业以后一直在从事这个 等于您也是艺术科系吗 科班吗 应该是吧 那我想请问了 因为大陆 当然我也去大陆去过很多次 我对大陆的艺术家其实也蛮熟悉的 只不过我想这个在制度方面 因为我以前所有很多艺术家 比如美院的什么很多艺术家 他们都在国家都有领薪水 然后自己在从事创作 我想您是不是这样一个模式的 我也是 也是 那你好幸福 北京画院是中国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国家画院 这里边过去有七百十啊 陈曼丁啊 对 都是这里边是非常多的 那北京画院因为是历史悠久嘛 讲起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北京画院第一任院长就是叶公措 是 那我们 我刚才讲的一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台一大的一个园区嘛 像台一大就是以前 您有没有听说过国立一专 在大陆 听说过 知道啊 北京一专 杭州一专 是啊 对对对 我们台一大的前身就是一专啊 所以说历史也是很悠久 我们今天我们这两方面的交流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是北京最大陆最悠久的学院的画家 那我们到我们这个台湾最悠久的一个学校来访问 今天的这个意义好像比较比较有意义啊 是的 是的 那我再请教您 当然我们要讲一些比较我们这个画 行画 您对抽象画跟具象画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就因为有很多人他会排斥抽象 那抽象的人也会排斥具象的话 那我想请问您对这两种画法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因为各有各的长处 应该是不应该排斥 应该是互相吸收 哪个画种都有它存在的这个空间 都有它的优点 不应该排斥 那您的画是水墨多呢 还是彩色多呢 我的画是应该说分两个阶段 我从90年到这个2000年之间 我是画这个仲彩山水的 嗯 有没有你从网上能查到我一些早期的东西 从我是02年调到北京画院的 嗯 回来以后就是改变了画风 就是一直在慢慢延续水墨 好像彩色有彩色的优点 这个水墨有水墨的 那一看的地方 那当然是个人的心情跟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所以那个 我觉得水墨还有一种难度 就是说它只有一种色彩 能够以水跟墨 能够把这个整个你想表达的景象表达出来 它就是用墨运的深浅啊 线条等等 把你想要画的东西画出来 这在因为我到国外去展览过很多次啊 那个外国人对我们这种水墨的 他们觉得很神奇 你怎么能够用这样子 光是墨跟水跟笔 就能够把你所要看到的 或者所想到的表现出来 他们觉得很困难 您觉得水墨在我们中国画里面 您觉得它的地位是占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地位呢 因为用这个水墨 比较看似简单 实际不简单 来表现人的这个情感啊 对这个艺术的这个感受啊 用这么简单的东西 来创造什么不简单的这个艺术 是一般的艺术 不能替代的 而且我觉得水墨这种画法 世界上各国 当然东方了 比如说日本啊 韩国 他们是会这样子来表现的 但是在西洋人 他们就比较少这样 因为这个可能 我觉得水墨可能 比较代表一点 东方的一个画的一个特色吧 这个水墨主要是在这个东南亚华人圈子呢 是最有这个欣赏人群的 也不完全一样 你像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啊 好多德国人就喜欢中国的水墨的东西 当然最后一个问题啊 今天问了您太多问题 不好意思 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曾经比如说 吴冠中啊 他说要洋气笔墨啊 那我想您 对于这个用笔墨 跟不用笔墨啊 您觉得这个笔 用笔 这个手头上的功夫 还有一种去做一些 偶然的效果 您对这个 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好吗 笔就是一个 一个工具 用什么办法 并不重要 你就是拿手 能抹出来 或者用树枝 弄过出来 都一样 笔就是一个工具 这不是目的 那用跟不用 其实不在乎 对 你像你那个台湾的画家 过去刘国松画的一些东西 他也用另一种办法 你看台湾 你这有比较好的这个画 像刘国松啊 何怀硕呀 都是我比较尊重的画家 也不得罪人 好 我们今天谢谢我们 谢永征 谢 谢画家 如果您想要看 谢画家的作品 我们会铺上一些他的作品 而且您也可以在他 打名字就可以搜寻得到 就是打谢永征 永远 征家的征 那就可以找到我们 谢画家的作品 您就可以欣赏到 谢画家作品的风貌 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访问到 谢画家 我要谢谢您 希望您在台湾 能够有一个很快乐的旅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